-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幾時通,我是靜庭。 - 哈囉,各位全國的觀眾,大家早安,我是Ryo。 - 好,Ryo,昨天美國的稻窮指數大跌600多點, 他已經是把今年的漲幅全部都吐回來了,你說這要怎麼辦呢? - 昨天美國股市真的是太匪夷所思,又大跌600點, 對呀,整個今年以來的漲幅全部不見了,那我們看到這個稻窮工業指數,其實我們之前有提過嘛,就是說這個地方他如果跌破年限就會繼續往下走弱,因為昨天我們就提到說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年限保衛站 那現在是美國的超級財報州嘛,雖然破硬公司他的財報獲利不錯,優於預期,他股價漲3.5 - 問題是很多其他的科技類股,包含像Facebook,Emeron,Netflix,跟這個Alphabet,其實都往下滑嘛,所以當然難以讀稱大局,再加上昨天有傳出這個油包炸彈的一個訊息,導致於美國股市加重他的跌幅,所以在這個地方看起來,既然他年限跌破,後市引發擊殺之後,也許後面還有更低一點,對,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美國,其實昨天晚上還有公布另外一個訊息, 就是房屋的新屋銷售,就是新城屋啊,他的銷售數字是往下滑的,9月份他整個新屋的銷售數字是下跌5.5% 重點他是連續四個月往下滑,那也跌落了近兩年的一個低點,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最主要就是因為房貸利率,這個抵押利率是往上做一個提升嘛 那你看,因為費得在升息的情況之下,那你加上這個房貸利率往上提升,那這個房價也往上漲嘛 所以就削弱這個老百姓買房子的一個購買力嘛,那醫院也是往下做一個下降嘛 所以那我們知道說這個房市是整個經濟的火車頭 當你這個新屋銷售數往下滑的時候 當然對經濟對股市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所以既然年限失守,那對於這個美國股市他的壓力是增加很多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 另外觀察重點是上陣指數 其實上陣指數這個地方是不得不不得不漲啊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大陸有5兆人民幣的一個股票啊 還有質壓嘛 那這個金額相當龐大 那重點是這5兆裡面有一半以上的這個股票 都已經接近斷頭的部位 那占整個A股市值大概是接近2%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中國政府他急於出手原因 就是絕對不能讓這些股票再往下跌 這樣會引發這個金融的一個危機嘛 所以他才做一堆的利盪政策 很多政策 對,所以這個政策包含像這個逆回購嘛 就是投放1200億人民幣的一個資金 包含像這個養老金入市嘛 那這個顯資入市就是保險資金 可以投入這個股市 甚至於還從這個制度面 從政策面上 包含像這個修改公司法嘛 想要修改公司法 然後把這個購買庫藏股這件事情 明確的要寫在這個法條裡面 那包含像這個個人所得稅減稅措施 國家對權力互還 那停這個民營企業 所以才讓這個陸股在這個地方出現一個反轉的訊號 但陸股跟美股不一樣 陸股他今年以來已經跌20% 美股今年以來到目前為止 才剛剛的大概回到年初的一個起漲點的附近嘛 所以他的位階不一樣 陸股是已經跌很多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機會直穩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台股 台股基本上我們也提過這個台積電 前面有四根這個紅黑棒嘛 這四根紅黑棒這四根長的紅柱子 最低點是不能被跌破 如果跌破 基本上9740就會跌破 那我們他昨天他已經跌破了 所以9740跌破了 最低來到9667 所以只是說他來到9667之後 他有一個政府的力量 所以把他往上做一個拉抬 八大光谷航庫 我們國家隊把他做一個拉抬 所以才讓他收一個十字K棒 重點是這個十字K棒 本身他代表意義是多空交戰非常劇烈 不代表說他立刻就會漲 關鍵是在於隔天 他必須要長紅表態 如果他這個十字紅黑棒的 十字K棒的這個最低點也被跌破的話 那當然還會持續再往下做一個探底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台股大盤部分 大盤部分我們也提過 長黑這個長黑K的二分之一 如果還沒有回補之前 基本上探底的危機都還沒有辦法解除 那昨天台積電收一個十字K棒 台股也收一個十字K棒 所以在這個地方 重點就是在十字K棒的低點不能跌破 你如果跌破還要繼續往下做探底 那你如果要守穩 可以啊 那你就是站上這個十字K棒的上緣 回到上面那個區間 然後甚至於說你要去挑戰 這個長黑K棒的二分之一 要越過 你才可以說 多頭在這個地方是有機會直穩 在還沒有出現這種現象之前 當然還是探底危機未除 好那我們看一下 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政府他也是 有使出一些護盤的銀彈 那我們看到這個9167昨天跌破的時候 其實財政部長 這個蘇建榮先生 他就講說 其實勞保基金在我們月初已經撥款 這個420億嘛 那昨天又緊急撥款140億 那還限喔 限這個代鈔投信 三日之內你就要全數做個進場的動作 那這個退伏基金也撥50億嘛 那八大光股行戶更是從10月初以來 每天到現在我大概算一下 已經買超411億 他也不能說狂買 是說他是稍微再撐一下撐一下撐一下 只是說盤真的很弱 情況之下 他也無力回天 因為他買超 他的能力有限 對買超金額相對外資賣超的幅度 還是少很多 對 那我們看下一頁部分 其實台北股市現階段 其實真的是讓人家覺得有點灰心啊 不過現階段我們觀察就是觀察這個稻窮 稻窮要守穩年限 可是因為我們看到年限已經死守了 那我們看廢半指數 其實廢半指數昨天也跌6% 所以廢半跟台灣關聯度是比較大的 那廢半沒有指紋 基本上台北股市在這地方還是要震盪 那好一點地方是說我們期待的 這個是國家隊互盤 另外就是上陣指數 大陸的上陣指數 之前他這個國家隊進行互盤的時候 其實也帶動整個亞洲股市 也帶動台北股市有出現一個指紋的現象 那再來是台積電 台積電你要觀察何時外資賣超停止 好啦 那現階段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大盤不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公司他股票 他體質是很好的 只是說他被錯殺了 那因為籌碼太凌亂 然後市場氣氛是比較恐慌的 所以滿地的基歐個股呢 我們在等這個季報 11月15號公佈之前 其實慢慢的看到有些股票 他已經率先大盤回補 這個10月11號的這個強空缺口 既然他已經回補了 代表說他比大盤還強 他就是下一個階段的主流個股 那我們就可以特別把這些股票 先抄起來 列為我們自選股裡面 等待大盤落底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好的 以上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好 謝謝利友 更多最近消息都歡迎加入利友的LINE AT 財經急需通 下次見 拜拜 拜拜